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样加起来 可能有2,000人中了招 不过有些人说科普确诊 数据较小一点 形势当然是很恶劣 防疫设施 我们稍后会讨论的 但其实在加拿大那边 一个是反抗防疫设施 已经出了一件大的事 很多货车队堵塞邱泰华 堵塞美加边境 香港也有些人因为不想打针 竟然爆出冲突 其实政府我觉得整个防疫设施的方向全部错了 我这个会重复说 不好意思 但另外也有一些跟进 就是关于2019年黑暴的时候 有个人叫方仲然 忘记了哪间大学的学生会会长 他现在来说 已经是因为他买了这个镭石笔 毁灭了手机里的记录之后 告他不进入 藏有攻击性武器 但已经告他防外司法公正和拒报而成立 我觉得这个公义是彰显的 但其实关于黑暴的很多这些后续的问题 现在香港也要处理的 除了这件事之外 郭泰两个空少都会提堂 我们真的要追究很多东西 我们先入政提议 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寿必记频道 分享留言 赞好和按铃铃铃 请你们每一天的12点钟 或者晚上留意有什么视频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我会做政治揭露 星期二我会做中美争霸 星期五六做武力政经 请大家留意 星期五六我会上升回网 好 那我们入政题了 入政题首先说一下我自己 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当然就是我们昨晚 在星期五做节目 摄录了9分多钟 差不多10分钟的影片 9分49秒 说到有一个录音 这个录音里面就是 其实是有香港人 他的外傭中了招 正在发病 但是联合医院就趕他走 你已经确诊了 你还可以趕他走 但是当然了 有些人就说 你这样出去就多余了 我不跟你拗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你确诊了 那医院叫你上的士 去传染病毒给的士司机 或者上巴士 上地贴 去传染病毒给其他香港人 究竟这里究竟 那个法律责任 哪个承担的问题 就是如果那个卫生署 叫香港人 你确诊了到处去啦 那么 如果 我是遇到别人民事诉讼我 要我去 赔偿我们对他的身体的伤害 因为我传染疫症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要说那两个空笑 对不对 那两个空笑 真是多谢他了 这个呢 叫做刘若云 王一龙 但刘若云是严重很多 因为呢 他就是去望月楼这个 大家认他 现在香港呢 可能不见了过一百亿 我问事诉讼他 我告你刘若云 麻烦你赔回 你不去望月楼 香港不会这样的 是吧 现在香港累计损失 可能超过一百亿的 是吧 那如果 那条片 我们不是小题大做 而是你发觉就是 喂 当你去检测完 这个联合医院 不知道你有没有确诊 他说他趕你走呢 这个我相信 可能是卫生署的 指示 但是你确诊了 联合医院都叫你 出去惹人 出去传播 走回社区 叫人回家 那这个责任谁熟呢 如果是法律责任 喂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 有很多闭路电视的 很多东西都拍到你 是上哪一辆的士的 或者是 那一辆的士里面 有个摄影 都拍到 喂 你大约有什么衣饰 上去 你传染的士司机 那些司机可能传染 其他人 再影响了一连串的事件 如果要追究责任 怎么追究呢 就是 现在其实我看到政府做事 是有问题的 有些人就说 你是黑主播 为什么我是黑主播呢 等一下又说 喂 那个录音是假的 就是 那个是 打电话 听电话的人 自认了卫生署 是我们做一个假录音 还是卫生署可以找回录音 证明是不是他们做呢 你不是证明 我们的录音是假 你就说我是黑主播 你们这些是地产网军 你要保护林郑可以这样污蔑我 但是现在的问题 我们waste这件事 就看到政府防疫方面 已经是乱七八糟 接着我今天看到 那个疫情的记者会里面说 这个是那个叫李立业 医管局的行政经理说 这个是不理想 但是叫你自己回去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仍然坚持过立场 如果 我 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面 要求我去做检测 我检测完之后 我是positive 我是阳性 我几大都留在医院里面 我不走 你医院找方法安排我走 我不敢走出街 我不会承担任何 我走出街 传染其他人的法律责任 明白吗 明白吗 联合医院可以帮人走就可以了吗 你们说你是黑医护 你们罢工都可以当没有事发生两年前 但我记得 你们联合医院的所谓基督徒 你现在逼害那些确诊者 逼他去向市居传播病毒 我们不一定听你说的 不就留在医院里面大大声声说 我已经确诊 现在医院 是不是叫我自己回家 我不回 你够僵的 那你就叫警察 安排一些穿心发烟的人 送我走 回家也好 去哪里也好 我不会自己回家 我自己回家 就是承担所有 我传染给其他人的法律责任 现在这个政府 可以说一句抗疫上面 乱七八糟 为什么说他乱七八糟 日温 两年前左右 两年前当时 中国未开始有这个 健康码 但是很快的了 好像三四月左右 武汉 疫情四月完全受控 五月就甚至的解 取消封城了 五月八号 大约四月底 已经开始 五月开始 整个中国都有健康码 那就是说 而过去那两年的经验 健康码 十分之有效 是对那些确诊者 或者感觉知足者 对他们的个人人身自由 有作出限制 因为 他们 是中了招的嘛 是该被限制的嘛 他们也对社区有风险的嘛 但是现在西方的抗疫 是对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中招的人 去作出大量对他们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我觉得这种根本上是林郑政府 刻意向一个错的抗疫方向去做 你消耗了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 去搞这些的 这些的疫苗通行政 那些人说 我没有打疫苗 我就照着走 那么政府是不是要浪费一些人力 去抓这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去到处走 是不是 可能这里香港 还有两成人口 有一百万以上的人 一百多万人是没有打疫苗的 那你怎么抓这一百多万人呢 是不是 那你去抓 那你去抓的时候 就是要用人力物力的 为什么不用 你的人力物力 全力逼全香港 用健康码呢 我现在是说 你用安心出行 但是非实名制 接着你去查的时候 原来你发觉 这些的追踪不了 因为去到哪里 都是 没有一些记录 是不是 靠那个 确诊者自己回忆 哎呀 我去过哪里呢 那当然是死了 即是现在香港政府 现在在抗疫上完全错了方向 所以我自己呢 写了一个呢 帖文 我是说 喂 其实有很多人 地产网军 那些黄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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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黄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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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 而是梁子超说 梁子超呢 他说话很正常 他说如果你要走与病毒共存的话 病毒是会加速变种 现在呢 可能是134天之后 即是4月可能会出现一个 同一级数 好像Omicron的一种变种 杀伤力是不是减少了呢 未必的 可能是增强的 以前的潜伏期到21天 现在Omicron的潜伏期短了 但是他的传染力大了 他的杀伤力少了 但是因为他的传染力厉害了的时候 围回一条种的数字 死的人 和以前Delta不是差太远 你限与病毒共存 不是好像以前说 你有天花 中了一次 你就终身免疫 不是嘛 现在在外面的报告就说 有很多人是重复感染 这个的 COVID-19 这个现在的新冠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本就是你那些人 向你去宣传与病毒共存的人 全部是西方间谍 或者受西方间谍影响的人 因为 他要用香港的疫情的转劣 去拖累中国 主要目的是这样 当然 有些人的说法 或者是 是吧 中国可能会打台湾 香港爆了 是吧 在大陆 要找很多专家 要找很多医护 救香港 林郑现在不求 但是 遲些 我想中央都要出手 都要找人下来 因为现在香港好像武汉 那样 已经好像武汉初期那样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要明白 我们真的不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中招 因为 病症 现在这个新冠会反复中招 之余 他还会之后再变种 梁子超 也有另一个看法 就是 今天上千 两个星期后 上万 这是昨天的说法 估计 两个星期后上万 即是 现在是9日 20多日 23、4日 每天就上万 熬到6月30日 那会怎样呢 现在林郑始终不肯做三件事 我要求 现在应该立刻做方仓医院 现在应该要立刻做的 是行港康码 放弃疫苗通行证 浪费 香港的资源 全民检测 但你林郑三件事 一样都没有办 但反而就去搞疫苗通行证 浪费 香港的资源和精力 走一些错误的方向 跟着西方去做 不肯跟中国,我们也是中国,香港也是中国,不肯跟大陆那一套行之有效,有用的政策 全民检测,为什么林郑一而再三拒绝,为什么不肯行港康码 你说香港市民抗拒? 现在是你谈感觉化的话,你要香港人,要用港康码 如果不用港康码,根本不能乘地铁 那你的黄丝就在家里吐死他,是不是? 如果你要改勞工法例,你直接就可以改了 那个不肯用港康码的人,可以合法解雇他 如果你那间公司要运作,叫员工去A去B 你一定要拿一个港康码,到处刺 在香港的中央数据库里面,save他所有的行程 如果那个人不肯做这件事,可以离开他,可以炒他 而不算不合理解雇 这样我矩嘛 现在是说你不打疫苗就可以去解雇他 他如果那个人身体健康有事呢 他有很多疑虑呢 喂,现在有百多万人未打疫苗,而那百多万里面 可能真的有些人身体有事,他真是害怕 你打些东西进他的身体里嘛 他不想就不想的嘛 你说他很suffer,为什么不相信专家 他不相信,为什么不可以啊 是不是 打了,他有事L了 打了有事,心肌炎有事血散 那你谁承担啊 他是社区啊 你为什么不让他社区啊 是不是 我呢,我呢,不重重复复 但是 现在的问题是,现在香港的疫情 林郑是全部走错方向嘛 但是为什么要搞到这么大件事呢 就是他们有些人觉得,喂 他们真的对疫苗疑虑 而且他们的疫苗比科兴差很多 他们只是打伏必泰 但是在西方已经证明了疫苗是没用的 但是为什么政府 在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 死逼他 越逼他越不想打呢 因为其实看着疫苗是没用的 復必泰 我直接一点说是没用 如果有用,加拿大不会霸到周地是 美国不会霸到周地是 他们八成人口打了的啦 七至八成 仍然周地是 已经用所有客观的新增国证 数据证明是没用的 但是政府仍然是强迫他们打针 所以带来巨大的反抗 那现在问题是政府要 用加拿大政府用大量的精力 去和这些人作对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你去逼别人去做健康码啦 你加拿大 学香港,学大陆啦 学大陆啦 是不是啊 现在问题就是 当抗疫的方向 日期一就错了的时候 就永远就在疫症里沉沦了 大哥 你去做全民检测 你去做港康码 其实大陆就告诉你 做搞到咯 是不是啊 现在你去做的防疫设施 又不让人剪头发 是不是啊 你不让人剪头发 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啊 那在工作的时候 可能的办公室都坐在一起的 一个小时都全部混蛋了 是不是啊 剪头发的那个戴口罩 接着呢 被人剪的那个戴口罩 现在那些发言师呢 他决定说 送外卖上别人家戴口罩 想和别人家戴口罩 那就是 整个设施就没意思了 如果那些的 那些理发师 决定用送外卖的方法 为了自己的生存 那你搞来干什么呢 是不是 搞来原来人家 上别人家戴 那就是搞来干什么呢 就是很多东西 你林郑的方向是错的啊 港人港地 他说青岛五日内完成一千万人的 检测 就是说他的疫症呢 可能初初看到几十至一百的时候 就立刻走你 全民检测 全民检测 为什么香港不肯借镜呢 你林郑究竟有什么动机呢 我们不明白 所以才罵 我没什么时间 不过呢 今天呢 大公报呢 就追打这个叫李泳怡的人渣 就是说呢 教资会呢 其实就是 他们港大这个教授呢 其实呢 一直呢 就被香港政府委任做教资会 就他们拿着 那个荷包 就派钱给那些黑暴势力的教授 等他们呢 洗我们香港大学生的脑 接着洗其中一个大学生呢 叫方仲妍了 方仲妍去买雷射笔 当时的社会里面呢 就说这个警察是黑暴 是警暴 压逼方仲妍 但是现在证实了 方仲妍 是 这个呢 妨碍司法公证 还有他拒捕 但是呢 因为他的手机的资料 他自己呢 即场取消了之后呢 令到警方呢 没办法证明到 他的雷射笔 是用来 去伤害警察眼睛的 所以呢 告他不入 但是我认为呢 整个黑暴事件里面 就是说香港 的而且确呢 可以说整个法制呢 整个啊 所有的事情 仍然都可以追究林郑 就是林郑 为什么不用紧急法 去直接禁止任何人去买卖雷射笔呢 既然是香港暴动 你就禁止用雷射笔咯 还是林郑那时候特意留下空间 就让那些暴徒用雷射笔 傷害警察呢 这次 明明可以用紧急法逼香港人 一定要用港康码或者健康码 或者是做全民检测 你不肯参与全民检测的人 全部都禁止上班 是吧 有紧急法 什么都可以 但是林郑不做 你不懂得搞方庄医院 就叫大陆人帮你放手啊 你防疫 还要靠这个什么啊 袁角勇刚刚又上电视 什么许树昌 我相信钟南山都不相信他们两个仆街啦 但是你林郑 可以做而不做 实在太多问题了 先说这么多